防水100米的腕表里 哪款腕表的厚度跟康卡斯的10.9毫米是同一级别 腕表流行力 天猪精气 现在咱们说一款浪秦的优雅的腕表 康卡斯 康卡斯原文是Conquest 寓意征服 这个征服一般意义上指的是运动探险意义上的征服 还有别的意义上的征服吗 这款康卡斯最显著的特征 莫过于这个速圈了 尤其是在当下 各种撞色和抢眼的装饰元素流行 所以速圈反而显得更耐人寻味 速圈本来就在石头里 我只是把不需要的部分去掉 这是米开朗基罗说的 速圈在正装表里很常见 因为它表现的是简约洗练 而非正装表里 尤其是在浪秦康卡斯这种运动风格的款式上 就好像由打底衫牛仔裤皮加克尔和健美身材构 同时雕刻掉表圈的康卡斯还展露出万表设计比例的一个秘密 说到浪秦大家马上想到的是优雅 优雅有多种解释 但优雅的核心是克制 对色彩对比例关系等造型元素的克制 这款康卡斯41毫米款式回归本源 也就是1954年诞生的康卡斯系列 浪秦的康卡斯诞生在上世纪50年代 咱们从时装历史维度上聊一下什么是征服 迪昂和白兰杜一起坐实了整个1950年代 白色T恤、牛仔裤和飞机头成为压倒性的男子时尚 上世纪50年代不光是时尚界 万表设计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保留经典的轮廓 突出实用性多场景百搭的设计开始冒头 与已经流行了多年的前世表风格的万表相比 速圈设计是一种向经典比例的回归 我们还说雕刻 雕刻成速圈的康卡斯 无形中改变了万表的脸部比例 我们讲现样体容貌那期视频里 提到了一个概念脸部的三长比例 我们说到中脸长较小被认为是颜值的核心 还提了一句 某些品牌随波逐流增大了表盘直径 同时缩小了表尔长度 破坏了原有的三长比例 康卡斯雕刻成速圈以后 中脸长缩小 颜值直接拉伸 任凭你浓妆艳抹 不如我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的轮廓 估计这款康卡斯的设计师自己都没想到还有这么一说啊 人家只是向浪琴历史表款的回归 浪琴这批表实际上就是延续了1950年代中期和早期的万表的低调美学 50年代的康卡斯进入了现代万表设计美学时代 标志性元素从数字刻度到立体镶嵌刻度便于快速毒石啊 库托下方标志性的环形凹槽表盘更显时尚立体 杜牢指针和石标都是Superluminova夜光涂层 昏暗的环境下可清晰毒石 简约并不等于简单 表盘上的悬浮石标有长有短 凸显轻盈鲜巧 外侧但凹纹的实面更呈现深浅有致的层次感和色调 3点9点和12点位置是长刻度 保留原作也就是1954年的设计精髓 其他位置的短刻度补充了Superluminova夜光点纹 指针石标都覆盖有 Superluminova夜光涂层毒石更清晰了 增加了运动属性 6点位日期窗让表盘有对称美感 表盘颜色你也看到了啊 蓝色银色还有绿色 当然还有另外两种颜色就是古董色和黑色 这个表盘上最不起眼的估计就是这个Longin名字了 这里边大有来头 因为按照WIPO 也就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档案 Longin是注册最老的名字 Longin这个名字在钟标史上有特殊意义 当年浪琴的掌门人 预用更先进的制表工艺对抗国外的竞争 但是遭到以手工作坊为主的传统势力的反对 Longin在远离传统势力的博尔尼州的一个山谷叫Sanchimi 也就是索伊米亚创建了高度集成的标策 这一举动被史学家公认拯救了瑞士的钟表工业 博尔尼产区成为瑞士制表的中间力量 如果你是品质控 下面这个你可能感兴趣 在序列化生产的腕表里 博尔尼产区的品质是最高的 除了品质 博尔尼产区的腕表在设计上也居然经得起最刁砖的审视 还记得我们之前讲线耀体容貌的内容吗 康卡斯的侧面还是很挺拔的 你懂的 我们再说说做工啊 这个表壳和链带都是复合打磨 这个抛光和断面室纹在表壳表面交际出现 这个链带咱们说一下 它是搭配折叠扣的H型金刚表链 关于这个H型表链 我跟大家多说一句啊 有的表链看似H型 但实际上不是 它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舒适度 表壳尺寸直径41毫米 厚度10.9毫米 防水100米 大家不妨做这么一个测试啊 咱们看看防水100米的万表里 哪一款表的厚度 跟康卡斯的10.9毫米是同一级别 弹幕和评论区都可以留言啊 如果想玩改装的话 横向表尔间距是21毫米 这款表搭载的是浪琴专属机芯 L888自动商量机芯啊 配有单金龟油丝 还有由非磁性材质制成的 创新组件 防磁能力超越 ISO764标准的10倍 震频比一般万表还要高一点 是达到了25200VPH 这意味着更精准 虽然摆频高啊 但是动力还是达到了72小时 而新一代资产机芯一般都是70小时 说到浪琴机芯厂的实例 分享一个发现啊 在浪琴表场里有一个神秘的车间 里面是为更高价位的品牌制造的机芯 我什么都没说啊 下面咱们上手一下这款表 全新的康卡斯运动系列主打 运动时尚Sport Shake 适合商务正装 运动休闲和日常佩戴 全新的金属表带感觉更轻 更舒适优雅 练带打磨也更精致的 你也看到了 稍微遗憾的是没有白色表盘 不过这个银色的呢 其实在照片里就是白色 所以搭配你的白体恤是没问题的 1950年代的时尚界出现了明显的性别鸿沟 男子的时尚转向更休闲的日常风格 女性的时尚优先考虑优雅正式和完美搭配的配饰啊 凸显女性线条 而这个时代的腕表 它的颜值保留了经典的轮廓 突出实用性多场景百搭 这种风格长期以来被表友奉为永不过时的经典 我们发现今年已经有几个大品牌 在新款腕表上回归经典比例了等着我们剧透吧 现在这款康卡斯啊就相当于浪琴对sport chic的诠释 仿佛厌倦了花里胡哨的繁复的裁剪 只想回归优雅的线条打底衫和干练的皮夹克 在腕表上聚焦腕表的经典造型 欣赏表盘的细节 仿佛是白色替衫衬托出的 夏天收集到的幽黑的和高解析度的肌肉 还有皮夹克浑然天成的本理啊 这价格这机身性能 这链带做工还有这颜色 尤其是这个比例 哪改动一下都是多余的 哪个时代的行人最受欢迎 纵说纷纭 但浪琴用传统底蕴品质和完美的比例 征服了一众表迷几乎是没有悬念的 对这款表你怎么看 欢迎你跟我们互动起来 我们下期见